我看了这段影片 我只能说从逻辑上 从情感上 从理性上 我认为无蜜茶真的不适合做故宫的院长 真的你只好有这个感慨跟结论 他这个讲什么 你今天故宫的院长 你就是受命来做这些 珍藏宝贝最好的处置 结果你不能够提供一个最好的处置 你凭什么在那边还做这个位置呢 我们实际要讲 这个蓝千山馆的文物 为什么当年这个捐 这个寄放者 板桥林家的这个林伯寿 他只愿意借 不愿意捐 这个事情如果以今天的台湾来讲 他是非常政治正确的 因为他在民国 留在台湾 对他在民国50年 那个时空背景 他非常害怕说 他不晓得台湾会不会保得下去 对不对 我们讲当时合理嘛 所以他觉得说 我如果把我手上的这个宝贝呢 捐给你公共博物院 万一台湾不保 被北京过来统治 那些这些国宝就要回北京 所以他当初作为私人藏家 他只借不肯捐的原因 他写合约有一条 这些宝贝要永久留在台湾 而且他是夺费心去找什么样的宝贝呢 就是以这个蓝千山馆 刚才主持人有解释他怎么得名的 这个蓝庭 他这个蓝庭是唐代书法家 储岁良的黄涓本的蓝庭 他当年是已经流浪到日本去 然后被日本的大阪的 名著名的藏家叫做齐藤乐藏 被他收藏 那林伯寿在当年是花了非常大的重金 从日本藏家买回来 买回来他就希望国宝要放在台湾 他多么的爱台湾 放在台湾 然后用他还给钱 给故宫博物院说 我给你这些钱 让你可以去展览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全部的国人 共享这个珍宝 那我觉得号称爱台湾的民进党 号称爱台湾的这些独派人士 包含吴蜜茶 你今天你怎么可以完全曲解 当年林伯寿的一片爱台之心呢 你对大家怎么交代 你扯什么情感 你自己就是没有这个爱台湾的情感 你才可以随随便便的讲说 我们没有空间不续约 那个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 为什么今天我们紧急的要发动 希望五千人都来联署来抢救 保留这个国宝在台湾 因为对林佳来讲 如果今天故宫不再帮他保存 不再帮他处理了 其实要保存这么几百年的珍宝 你要投入的设备 是非常惊人的昂贵 对不对 你要投入一个恒温恒湿的各种 否则像这种什么捐本啊 画作啦 什么那个针基啦 你一湿度温度一没有弄好 他就全部散掉了 他就消失在空气中 他就会没有了 所以对于这个林佳来讲 他又过了几代的后人 你今天你叫他拿回去 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而且在这种时候呢 这种超级大藏品 刚才已经也讲了 包含储碎粮的 包含怀素的 包含什么的 这些马上很可能 就国际藏家就买走了 你不要说留在台湾了 你留到世界哪一国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今天大家非常的紧张的是说 你赶快把它留在台湾吧 好 最后一个 故宫还有包含民进党 我们陈廷飞委员的同事 这个吴思瑶讲说 那你们去劝林佳捐 你们去劝林佳捐 第一个林佳还是担心 捐了以后你会怎样处理 他不知道会不会爱惜 第二个全世界的好的博物馆 国家级的都有 都是很多人都是借展一辈子的 譬如说范古的作品 范古的作品 现在在各大美术馆的 那个全部都是借的 那美术馆没有得到 他的拥有权 都是这个范古家族呢 一直借给他的 这个是很惯常的例子 为什么全世界高档的博物馆 都能够做到的 只有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做不到呢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